Hello,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紫秀姑姑小姨瑪頻道 今天有出行,去哪裏 今天會在深圳北站,去清遠 大概1小時車,我搬車的卡 搬卡是去到最後15、16、16前面有站口 很開心可以買到一個特別的搬卡 坐了高鐵這麼多次,其實我一直都想試一下商務座有什麼不同 今次就是買了一張商務座的票,去到深圳北站 原來有一個叫做專用通道,真是人比有少 如果你拿的證件可以用自助通道,你就用自助通道 如果不是,你就可以用人工通道 檢查完證件之後,所有的大小行李必須要做一個安檢 道完安檢一樣去到深圳北站的大棠 進來就有分AB區 一般的車票的訊息都會寫明是A區或者B區 但是因為車廂都頗長了,所以大家看看 車票的訊息究竟在你那班次是第幾卡 雖然我的票據顯示就是A區 但是因為我的車廂是16,所以我就用B區來入閘,省時間 溫馨提示一下用什麼證件,買車票就用什麼證件登車 今次我是用回鄉證買車票的,所以就用回鄉證登車 下到平台就找回我的車上市 差不多到了,但也挺遠的 終於第一次入商務座位了 在高鐵一般的車班就分為三種座位 二等座、一等座和商務座 商務座和一等座的價錢,大家看看都相差一倍 在座位裏面還有充電 和飛機座位差不多 這次 和飛機座位差不多 一樣可以開板 電視機 這邊開出來就是一個電視機位 我覺得坐高鐵的商務座和飛機的商務座 真的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當然是高鐵舒服很多 因為空間很大,座位的設定都很闊 有些服務的,有個精美的小食包 和茶水供應都是免費的 還有,服務員剛才和我說的 這條毛毯 毛毯 毛毯 我自己已經有計劃了 坐一個長途的高鐵去遠距地方 快來到清遠了 看外面,真的很多樓 新樓又有 舊區又有 清遠 到了到了 今天我來清遠 就是假期的最後一天 所以就很多很多人留在這個站 但是我發現這個站 很多年輕人 原來清遠有個大學城 有很多大學都辦了一個分校 今次我來清遠 屬於叫做朝去晚飯 今晚我就走了 下一集我們再見 拜拜